在昨天整個反送中新聞發燒的時候 他一天之內就回應了四次之多 他呢從中午的12點就受訪了 因為呢大家都在問說 你前一天怎麼會說你不知道沒有反應 所以呢後來他發了一個聲明 那麼中午的時候呢又被問了一次 他再次強調說港澳的一國兩制 目前以中華民國地區來說 我們完全無法接受 地區這兩個字現在呢就被拿來 那麼做文章了 另外呢在中午的大概2點多的時候 臉書再發一篇趕快的解釋 因為他可能也發現說 地區這兩個字被做文章了 所以再解釋一次 他支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灣獨立不接受一國兩制 而在3點鐘的時候呢 因為有一個公開的行程 又再度被受訪了 那他當時呢再重申一次 一國兩制 台灣人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我們就是中華民國 不過呢就在差不多傍晚5點的時候 這一把塑膠子彈的槍 已經拿出來了 所以當時大家都看到說 哇原來這個反送中的事情 鬧得比想像中還要嚴重 所以呢立刻的第4次 韓國瑜又在這個發表了新聞稿 用聲明非常正式的來做回應 再一次表達3點堅持 支持九二共識 反對台灣獨立不接受一國兩制 他甚至呢呼籲 香港應該要把這個案子呢 先暫時擱置才對 希望這件事情可以有圓滿的落幕 今天的主題 是 對這個反送中計畫 你看這幾天出現很多這個自由時報啦 他們發布了一些新聞啦 對 比如說像他們就舉這個香港有一個民主持人怒問韓國瑜說 你怎麼可以不知道 嗯哼 那之後呢就有很多網友PO文啦 那比如說舉幾個重點 第一點 憑什麼韓市長第一件 第一時間要知道這件事情 喔 關一個市長什麼事 市長是以這個市政為中心嘛 是 那基本上 這整個新聞結構 比如說啊 你覺得第一時間不知道沒有關係 後面其實如果多做了解的話就OK了 沒有錯啊 你們可以要求韓國瑜第一時間知道沒有關係 你可以把中華民國政府的整個國安機關機構都給韓國瑜管 因為他只是市長而已 對啊 他保證第一時間知道 而且他還有幕僚在幫他整理 怎麼樣回應啊 是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整個新聞結構 基本上就是台獨聯合港獨 一起在製造這些新聞嘛 那你如果說要我們中華民國國民去這個關注香港港獨這件事情 甚至是去同情他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是你們把這個事情跟總統大選連在一起 跟民進黨聯合起來打韓國瑜 這個東西我覺得是令人厭惡 而且甚至一直把這個一國兩制套在中華民國身上 中華民國就是中華民國 什麼時候來的一國兩制 現在是高雄的林小姐 林小姐你好 高雄林小姐你在線上囉 是 林小姐請說 你好 我覺得民進黨拿這件事情操作實在是太誇張了 因為我知道很多事情他們都會拿來做政治消費 可是這件事情對香港來講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我們國人還有很多的對這件事情不是那麼的清楚 可是他們居然拿來做政治操作 包括剛剛梁文傑議員在講的時候 嘴角都眼不住笑 你看他們是怎麼操作 還說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這種話你想讓那個香港的朋友聽到做何感想 還會說一個不清楚不知道 然後那個民進黨就在那邊叽叽歪歪的 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不知道不清楚 不就是弄清楚以後再說這很簡單很正常啊 難道是要假裝自己很會 然後在那邊硬掰嗎 那韓國瑜也講了很多次 他其實是反對一國兩制的 甚至摸著他的心跟大家講 講了無數次 那我不知道民進黨為什麼還要這樣操弄 有點缺德的感覺 那林小姐會覺得這次韓國瑜講了四次 他說他就是不支持一國兩制 為什麼他要講那麼多次 一天之內四次 因為別人一直喜他啊 一直喜他記者賭麥 就是一直在問這些問題啊 那我覺得有些是別的地方的議題 包括那個像韓國瑜說中華民國地區 我們覺得這也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在我們的中華民國憲法 本來就是把我們這邊還有對岸分別 我們是台灣地區 他們是大陸地區嘛 那更何況大陸怎麼可能接受 中華民國地區這種稱呼 大陸又不承認中華民國 所以韓國瑜講中華民國地區 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啊 韓國瑜今天有解釋 他是可惡 對啊那這就很奇怪啊 地區怎麼了 我們本來就是台澎金馬地區 中華民國地區 台灣地區 要不然是什麼地區 所以現在高雄李小姐 應該就是覺得說 現在民進黨剛好抓到了這個點 來做政治的操作 至於是不是真的他們支持反送 可能又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了 是不是 對 謝謝高雄的林小姐今天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嘛 就是如此啦 是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那我現在因為 時常一個口誤啊 被抓的就窮追猛打 我怎麼可能會講這樣子 一定是台灣地區大陸地區 根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所以最容易再去做文章 再去抹黑啊追打 我覺得真的沒有必要 就是一個口誤 那在高雄接受訪問 那我們台澎金馬 我在講就是捍衛我們中華民國 捍衛我們的民主制度 以及捍衛我們的生活方式 就是台澎金馬 台灣地區 中華民國就是如此 那我覺得很多有心人 是不停的抓著我的語病來打 我覺得特別澄清一下 好吧 您是不是迴避百種 我沒有任何迴避啊 我昨天已經請了我們 副市長跟教育局長去 我現在在行政院開院會啊 我一個人沒有辦法 像孫悟空一樣分身啊 我當然關切香港 但是很多人說 為什麼不去為什麼不去 我今天要參加行政院院會啊 昨天我忙了一整天 氣都沒傳過來 我今天回去之後 還要跟得市長獎的 國民中小學小孩子照相 不是不關 我事情非常的多 但是關切 這些資源香港的 這些學生在高雄的 我還是非常關心 先請副市長 再請教育局長 我哪有迴避的 好不好 好 因為反送中的事件 就是韓市長他就說 中華民國地區不能夠 接受一國兩制 那學生就批評說 地區這兩個字 是在矮化台灣的主權 我講韓市長是我兄弟 你們不要在見方插針 反送中對我來講是個議題 韓市長怎麼說 那是韓市長 他這個 的說法 我想不要把它混在一起 你的問題把它問清楚 跟韓市長無關的 跟反送中我才會回答 那重新再問一遍好不好 郭主議員市長 他是認為說 中華民國必須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那不知道是不是 您怎麼看 我一再 我一再強調了 我說 北京當局必須要重視 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如果不存 不成政治這個存在 台灣只會離你越來越遠 我講了很多次 我的論調沒有改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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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